我先跟大家講一下 第十六課我們已經說好了 我們就非同步授課 連結我已經準備好了 這個點下去是可以直接上的 然後 第十六課有你們最重要的關鍵 第十六課的最後 第十六課最後是 分享的APP到網站上 最後你就會得到一個網址 所以你必須 你必須自己找時間看了 然後我跟你們講 因為我們下個禮拜 至少我們下個禮拜還會相見 下個禮拜還會相見 那我比較建議這個樣子 下禮拜就是我們阿語言最後一堂課了 那 你應該要在下個禮拜之前 你稍微試一下 Follow那個影片也沒有很長 那前面的部分你可以跳過 那你至少要上傳一個 上課的範例到網站上吧 對不對 如果這一點你做不到 下一節課下課的時候 你一定要提出問題阿 不然大家就會非常困難阿 你可能會覺得人非常難找阿 找不到人問阿之類的 好不好阿你 你上傳成功一個之後 你之後要改 你可以再上傳別的嘛 對不對 這樣可以阿 你只要上課範例就好了喔 要求就是這麼 就是下個禮拜前 你只要上傳上課範例 這樣你就知道要怎麼做了嘛 好不好 好 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我們今天要上了第14課 我們要教什麼 那我們上禮拜教了非常多的控制元件 就是讓你可以去輸入個數字阿 甚至那個sliderbar 甚至是可以有動畫 動畫那種感覺 對不對 那我們今天阿 我們今天要教一個東西 就是 我們在此之前 我們只會用sidebar with 那個 就是 左邊一個控制區 然後上面一個 左上角一個標題 右邊一個output的那個模板嘛 對不對 對不對 那我現在要教你們 自由的去控制模板 這樣好 我們本來只有教page with sidebar 對吧 但是在 我們提供的範例裡面 你發現 它的自由度其實是非常高的對不對 但是我還沒教 所以我現在要教你 如何在你的網頁上面增加自由度 這些功能非常的重要喔 來請在這裡下載參數範例 那下載完之後阿 你會看到一個類似這樣的東西 有UI example 好 UI example 這邊有UI 也有 server 你會發現 這個server的檔案 完全就是空的 所以 我只跟你們 我們今天的課程 指demo UI 這一節小節指demo UI 也就是說 所有的東西都跟server無關喔 沒有東西要傳到server運算出來喔 全部都是UI直接 直接呈現出來的東西 我們來看一下我們大全餐有什麼東西好了 來我們看一下 欸 好 來看的 這個是我們的網頁布局 你看到左上角 是不是 這個顯然是一個標題嘛 對不對 等一下我們再看哪裡改 這裡有三個分頁 對不對 這裡是不是有三個分頁 好 這裡三個分頁 厲害 左邊是不是又有一個選單吧 然後這邊有一堆文字嘛 對不對 好 Second 這裡有一些文字嘛 然後 我還特別很調皮的告訴你 有一些是初體 有一些是邪體 到時候你要 放初體邪體上去的時候 你要把它美化的時候 你才知道要怎麼用嘛 對不對 好 第三個 欸你發現第三個裡面 它甚至有兩個subpage 那這兩個subpage啊 欸 有一些還有文字 字其實是有顏色的對不對 那有一些 欸 它有上標下標 加底線 好 所以看得出來 欸 其實我要 我要在網站上面 要呈現出不同的這個文字格式 那其實是 其實 其實看起來是蠻多元的嘛 對不對 好 再來 那我現在看第二個分頁 這樣第一個分頁 等一下我們再去看它的語法啦 你只要大概知道 它就是上面有一個這個 這個 這個頁面 它上面有個主頁面 然後它主頁面有三個panel 那這三個panel啊 這個左邊又有一些panel list 那panel list裡面又有subpage 所以這個非常完整了吧 你一個超級大的網頁 大概也不太可能有太多 就是你其實subpage下面還可以有subpage 好不好 就是你其實可以有非常非常多層啊 好那我們來看第二頁 第二頁很特別喔 第二頁你看這裡是不是有 0.12 然後這裡 你看它可以出來這種 很特別的數字對吧 這個 這個 這個都是文字喔 等一下我們再來看這個東西是什麼 好然後這裡 也是有一些文字對不對 這裡有一些文字 甚至有一些看起來很像語法的 語法的這個demo對不對 也就是說如果你要 你要打一個上課範例 譬如說你看我的 我的網站 我的網站不是有上課的pt 的講義嗎對不對 那 你有沒有發現 它其實就是非常像 這樣可以吧 好那我們再來看最後一個分頁 最後一個分頁厲害是厲害的 你看這裡浮出來一個控制吧 這裡浮出來一個控制吧 對不對 然後上面有些元件 你看下面 來這裡是不是可以給個超連結 你可以在這裡給個超連結 好這裡是我的 這個 我的這個 學術發表的著作列表 那你可以在這裡畫 放張圖 那你在下面我相錄一個網站 我相錄一個網站喔 這個網站是我可以點下去 我是可以有一些 是可以有一些變化的喔 這樣懂我的意思吧 我相錄一個網站 好這樣可以齁 好所以說 我們現在來看一下我們 我們的Shining的網頁 到底是如何變得這麼的 這個多元 東西這麼多的 好我們來看一下 好首先 你在看網頁的時候 你一定要知道 這個網頁一定先從大架構寫到小架構 就是他的大架構就是 never page 然後這三個panel 這樣可以吧 我們來看一下喔 來 這個顯然就是標題了對吧 這是我們剛剛網站的標題 網站的標題在這裡 這樣可以吧 這個標題除了出現在這裡 也會出現在這裡喔 這個分頁的標題 這樣可以齁 好接著 tap panel 注意 tap panel tap panel 所以他用三個tap panel 把他隔開了 這三個 這樣可以吧 名字在這裡 tap panel tap panel 這樣可以吧 他把他隔開了對不對 接下來 他把他隔開 我們先看第一個panel 第一個panel裡面 他又給了一個 name list panel name list panel 在這裡 是不是在這裡 那你看到這個之後 他下面是不是有 tap panel tap panel tap panel 好你發現了 這裡的tap panel 跟這裡的tap panel 一樣對不對 語法是一樣的 可是 出來的東西是不一樣 對不對 好 你要知道tap panel這個語法 他其實就是 如果你要在某一個 page下面 某一個 函數裡面 下開 新的分頁 就請你用tap panel 這個函數 tap panel 這個函數 在不同的 物件下面 不同的物件下面 他有不一樣的意思 這樣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喔 好 那接著 我們 那這個tap panel 他是不是有first setting the third 這樣可以吧 那我們先看first first 看起來就是一堆文字啊 對不對 來 我們來看 h1 你們之前一定不知道h1是什麼東西 對不對 之前我好像 有一些語法裡面有放h4啊 之類的 對不對 然後h1 其實就是 標題 h1 heading 那個level1的heading 那這個就是 他的字一定是很大的 對不對 level2的heading level3的heading level4 level5 level6 h1 h6 好 那這裡 你有沒有注意到align 我可以指定他align 所以他可以 靠左 靠中 靠右 我可以指定他align 這樣可以齁 所以說 在h1到h6 1tap panel 這裡的語法 你是不是應該 這個蠻清楚的 而且你發現 你其實要加一個 就是你想要加一堆 加一些標題 對你來講應該不會太困難吧 而且你可以 甚至可以靠右對齊 這樣可以 對齁 我們來看second panel second panel 這邊有看到一個新的函數 叫p p這個函數 裡面你放一堆字 拿出來就是一堆字 p這個函數 hello 逗點 你裡面再放一個strong的 函數 在裡面一些字 你發 你是不是發現這些字 可以用strong去強化他 hello 逗點 這些字被strong去強化了 這樣可以吧 好 接著 p em em是什麼 邪體 所以p這個函數裡面 可以放很多標籤 很多標籤 這樣懂我意思吧 這個標籤strong就是出體 em就是邪體 那我今天 你們記不起來是很正常的事情 那沒有關係 請你下載 就是這個範例你下載下來之後 你自己去找 我通常都是這樣找的 我也會忘記邪體是em 所以我就打開這個 我找說 喔邪體在這裡 那我去找他的語法在這裡 那就是em 那我就用他 好 em跟strong 這些都是可以累加的 在p裡面 p這個標籤裡面 任何 p你現在下指令p 就代表裡面你要打文字了 那p裡面 你給他任何強化的 這些標籤 他都可以累加 strong跟em 就會看起來又粗又寫 這樣可以接受 好所以說 這個打字的部分 大概就是包含heading 跟這個一般的文字 那大概這兩個部分 你應該已經熟悉了 那我們繼續看第三個page hey blue text 我們來看 第三個page 第三個page 在打開裡面 你注意到他這邊有一個 又有一個紫結構對不對 這個紫結構是tapsetpanel 下面又是tapspanel 所以你知道了 這三個紫結構 一個是這個page 對不對 跟左邊這個 跟subpage 它分別是 neverpage 它的主結構 跟 neverlistpanel 那就左邊那個 跟tapsetpanel 下面這個 那你要開 它的紫結構裡面 你要開分頁 都是用tapspanel 這樣可以接受吧 好 tapspanel裡面 它有兩個subpage subpage1 subpage2 對不對 subpage1 它的描述是這樣 subpage2描述是這樣 我們來看一下subpage1是什麼 subpage1是 嘿 然後 又是用p嘛對不對 來span span是一個 很特殊的指令 就是 如果你今天嫌 它default的 這個參數不夠多 你可以用span去增強它的style 它在style這裡 可以據說 color blue phone size 等於160% 所以它的字會大一點 你可以用span這個 函數去強化它 那你如果用span有多少style 可以給我們選啊 請你 你直接google啊 我跟你講google span style HTML的標籤用法 這邊有一堆 它這邊就會告訴你說 這邊有一堆 你還可以border 有border可以有 有一個這個 有一個這個框框 我們現在把這個border把它放上去好不好 來 放上去 好你現在看喔 它這個都是用分號去隔開的對不對 我把border放過來 我們來試一下喔 好看到了吧 看到特別的地方了 所以說 這個 這個是不是你可以上網 你可以上網自己去找 看說你覺得 你如果 覺得這個很炫的話 你也可以 你也可以放上來啊 但是我就不用 我就不試了好不好 好所以 所以 你發現了 span這個函數 它可以幫助我們去改這個字的style 所以這個 這個字就可以幾乎是任意行事囉 只要你查得到 網站上查得到 你就可以把這個style加進來 這樣可以吧 好所以span這個函數 它好用 你應該可以理解了吧 好那我 我這裡就 我這裡就 我就不去特別 我就不去特別再去講 span這個函數了 因為span這個函數 給我們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讓我們多了style這個參數 這樣可以吧 好我們再來教一個更誇張的 叫texdiv html 它裡面放的這一串語法 你現在看 1等於mc texsup2 這樣 texsup就是上標的意思 這樣可以喔 好 hsup texsup就是下標的意思 好 它最誇張的是 它可以直接放一段 html語法 我現在上網來找一段 html語法 讓你們感覺一下厲害好了 好 舉例來說 這裡這一串 這個顯然就是一串 html語法吧 對不對 我直接複製 把它貼到這裡來 我把它貼到這裡來喔 我按儲存 欸 為什麼這麼不給面子 因為 好我知道 我知道為什麼了 因為 我可能要用單引號 因為它的這個語法裡面有雙引號 好我們再做一次 來 玩 ROCK 好看到了吧 剛剛 他說這一串html語法看起來會不會是這樣 我現在這裡是不是也弄出了一個一模一樣的東西 這樣可以吧 我是直接去複製html語法喔 那html語法在哪裡會找到 好我現在隨便找個 我現在隨便找個例子好了 好 舉來說 這個 這個 我來想一下 好我們就找這個 國防疫學院好了 好國防疫學院 好我們現在 你還記不記得 有個東西右鍵 檢視網頁人師嗎 你現在這裡看到的其實就是html語法 我現在覺得 我們來找一個 我們來找一串看起來厲害的東西好了 好 我們把這一串 我們就複製這一串 這一串 這一串它顯然就是點一個超連結 首頁 顯示首頁 點超連結之後會連到國防疫學院的網站 我們來試著把它加進去 他這邊又是單引號 那單引號我就要換雙引號 雙引號 好來 RUN 好在這裡 是不是這裡是不是有個首頁 好我點一下首頁 看到了吧連到國防疫學院了 所以html語法 如果你發現原來你的程式裡面 你可以直接 遷入html語法 那你自由度是無限啊 你上網去找哪一個網站 你覺得他這邊寫的不錯 你就把它抄過來 那你只要說 我這邊要換一段html語法 這樣懂我的意思吧 你到時候要交給我的網址 要非常的colorful 就請你到處去 到處去找你喜歡的網站 把它貼過來 但是不要太複雜啦 我希望我看一個網站 不要超過30秒 你們如果給我20個分頁 這樣大家都會非常痛苦 好不好我希望這個炫技是可兒子 這樣子 好 那我們繼續看一下 那我們在第一個panel 我們是不是把所有的文字你要怎麼打 基本上都已經交得差不多了 你現在幾乎沒有打不出來的字啦 你想要有底色就可以有底色啊 對不對 你就上網找html 然後底色 那你就可以把底色找出來了 這樣懂我的意思吧 就是因為你會發現這個shining的UI端啊 畢竟它就是web-based的app 所以它就是html的語法 這樣可以了解吧 好 那接著我們來看第二個page 第二個page 這裡我們看不懂對不對 我們來看第二個page它在寫什麼 include test included test 這裡有個檔案嘛 對不對 這個檔案就是有一堆字 好我們現在多打一些字 儲存 好我們再按字run 什麼沒有 怎麼沒有 字怎麼沒有變多 奇怪了 再次好了再次 關掉重開 好你看我這邊是不是多了一些字 所以你發現什麼 原來它可以 我打在記事本上的東西 我可以用include text 很快的把它放上去 然後include text直接用 跟有一個pre 在include text 它的差別就是有沒有框 然後還有 enter會不會變空白 那你這樣設計你的網站有什麼好處 就是有時候 你有些字 你可能會想要有一個檔案 它專門去維護啊 你不會想要每次改字的時候 都來改那些複雜的語法吧 對不對 這樣子你是不是就可以把它獨立出來 你就變成 比如說你 隨便舉個例子啊 比如說我跟你們講 去年有人就寫了一個社團網頁給我 就他的社團 我忘記哪個社了 就他的他什麼可能 可能三伏社還什麼 可能不是三伏社啦 我真的是隨便亂講 我真的忘記什麼社了 那他是不是就可以用這個功能 去更新他的最新消息 那他不用改原本的語法 那這樣更新起來是不是會簡單很多 這樣可以吧 因為 這個txt檔 這個 叫學弟去改 總是 學弟總是有幫他改吧 對不對 那他只要把txt檔換掉就好啦 好 那 接著 include HTML 來這邊有個HTML語法 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欸這其實就是一大串 HTML語法嘛 這個HTML語法你在哪裡好像看過 檢視網頁人司馬的時候看過嘛 所以 其實你要知道 任何一個網頁你按另存新檔 你都可以把它存成一個HTML語法 你覺得你想要把別人的網頁幹過來 放在自己的網站上面 你就請把它另存新檔 變成一個.html的file 用include HTML把它放進來 這樣就可以看到一個 這樣子的畫面 這樣可以吧 接著 來這邊有一個include markdown 這邊md這個檔案比較特別 這是r的 一個非常特別的語法 就是.md這種 他的寫法也是非常像記事本 只是 你看他這裡寫一些r 然後他是不是就會出來這個樣子 好我要跟你們講的是說 就是 其實我的上課講義 就是用.md的檔案搞出來的 所以你們會看到他的格式 他的風格是不是就很像這個樣子 這個寫法是不是也沒有很難 這個教學弟寫也是會寫的啦 學弟也是有能力學會的啦 你如果教學弟寫網站 那他可能沒有能力 對不對 那你教他寫這個 他跟你說寫不出來 那一定就是不想做嘛 對不對 那不想做我們總是有一些辦法 可以讓他做嘛 對不對 這樣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啊 所以說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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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的一個 就是md的格式 也可以把它放進 shining的app裡面 這樣可以吧 你只要說 這邊你給我加一段什麼 你說 雙頸號是什麼東西 那雙頸號就是 出體 這樣子 這個語法我們不特別教啦 好不好 因為你可以自己試啊 自己稍微試一下就可以了 好 那我們要進入我們第三個分頁了 第三個分頁 看起來就非常的 特別 對不對 有很多神奇的東西 好我們來看一下 如果我們在第三個分頁 第一個我們加了一個 absolute panel 就是浮起來這個東西 這浮起來的東西 我們會指定 他離top要60 所以他離上面 60個pixel 他離右 左邊是auto 左邊是auto 右邊 那你左邊auto 右邊就要指定是20 20個pixel 那 因為你上面指定了 所以你button就是auto 這樣懂我意思喔 好 寬度300 寬度300 300個pixel height 500 所以他是500x300 的一個框框 這樣可以吧 來 這個fix等於fold 這些都不重要 好不好 來 之後 你裡面你發現 他是不是可以加了一個 date range input 他加了一個date range input 在這裡 他加了一個slider input 在下面 所以你發現了什麼 喔原來我可以浮出一個東西 在上面加一些控制吧 這個 變化已經 變化莫測啦 對不對 好 我們這個 這個學會了以後 我們再來看一個新東西 來 tex a 你有沒有發現 tex這個函數很特別 他後面加個a 好像 a你還記不記得 我們在爬網頁的時候 那是拿來幹什麼的 拿來抓超連結的對不對 對沒有錯 a就是來抓超連結的 所以 你tex a 你意思 tex這個函數在r裡面 它在shiny裡面 就是在代表 我現在要加一個html的標籤 你要加什麼 加A 就是給一個超連結 然後 this is my homepage this is my homepage 是顯示的文字 連結是這個網站 br是什麼換行嗎 我們上個禮拜 好像我忘記上禮拜 上禮拜交過了 br換行 好接著 text image 你還可以簽入一張圖片 簽入一張圖片 這個圖片的來源是這裡 這就是那張圖片的來源 我是網站上隨便找一張圖片 你也可以用自己local的file裡面 你可以丟在這個 這裡面 然後把它引入進去 好 寬度300 高度300 你說要改小可不可以 改30好了 看到了它是不是變小了 所以你可以 你可以決定你想要放在哪裡 它的大小多少 這個image也可以 好 iframe是一個 我們剛剛最重要 我們最後一個學的東西 iframe是 簽入 就是 有時候你會發現 網站裡面有網站 那其實就是用iframe這個功能 這樣懂嗎 網站裡面有網站 用iframe這個功能 我要簽入哪一個網站 簽入我的個人網頁 那你要指定它的高度跟它的寬度 高度100 1000 所以你會覺得好像有點長 你會覺得好像有點長 那你會發現 你看它 網頁裡面有網頁 所以說它 它有兩個拉軸 一個拉軸是拉主頁的 一個拉軸是拉 一個拉軸是拉這個 就是這個 就是 就是這個 就是 就是 有點像簽入廣告 對對對 只是 這個 我簽入的是我自己的網站 好 那 我想 我這個介紹就到這邊為止 那我們現在要到練習 我們要到練習了 好 你剛剛等一下 你就是 首先你要下載這個範例 這樣才可以看到我這個完整的範例對吧 那server基本上就不用看了嘛 server有什麼好看的 server什麼東西都沒有 那你需要做什麼練習題 來看著 請你增加開發者資訊 你今天好不容易寫出一個網站 寄給老師 你總是非常擔心老師把你的分數打錯 對不對 你說你記這個 這個某某人 對不對 某某人學號有幾號 我怎麼會知道 好抱歉 我真的是比較困難一點 好不好 找一下 找一下 我不知道去哪裡找啊 學校可能沒有給我這個功能啊 所以請你 你現在必須要有一個能力啊 就是 來這邊是上週的解答 上週的解答是 我希望你們 直接複製貼上 好 這是UI嘛 來然後上週 SERVER這裡 好這是上週的SERVER 好你按下RUN之後 這是上週的網頁嘛 對不對 你是不是有辦法在這網頁上面 加個學號啊 加個姓名啊 對不對 加個你建議的評分啊 對不對 這樣可以吧 你覺得你值多少分啊 你可以建議啊 我可以決定要不要採納啊 好不好 我覺得你可以建議啊 對不對 好 那這個 這個 上週的解答在這裡 所以你直接複製貼上就好了 那你需要做什麼咧 你需要產生兩個分頁 現在只有一個分頁嘛 對不對 現在只有一個分頁 我希望你在這裡變成兩個分頁 就是 我點STOP PAGE ONE 就是 我現在想要看到的這個 就是主畫面 就是它的主要的分析流程 那第二個PAGE啊 我就希望看到 這個軟體開發者的資訊 如果你很懶的話 你可以相入國防學院的網頁 那 你也可以打上自己的學號 姓名 這個 建議的評分 這樣我們可以 這樣我們 這樣我們那個 打分數會比較簡單一點 好 那 這個 在第一個分頁中 你可以讓用戶選擇 是否要使用範例data 你有沒有發現 在這個網頁裡面 你如果直接丟給我這個網站 你會發現我非常的困難 為什麼 因為我不知道上傳什麼樣的檔案 可以讓這整個東西walk 對不對 所以你是不是可以讓人家先選 你要上傳自己的檔案 還是要用範例檔案 那讓人家範例檔案可以玩得出來 你再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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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你要不要上傳自己的檔案 你這樣可以懂我的意思吧 好 請你至少要增加開發者資訊 這個最重要的事情 好 那我們就把這個時間交給你們 好 這一題的答案 這個 如果你們直接貼答案 你們會看到這個畫面 那這個 基本上就是 呃 就是 基本上就是在炫技 這個 院長跟原來的答案實在差太多了 所以不可能短時間做完 然後 我發現一件事情 就是我忘了教你們一個東西 你們看 我們這裡是不是分割了 分成了三塊 對吧 對吧 我們用的是什麼函數咧 我們用的是 fru role 然後column 4 這樣就一塊 column 4 再一塊 column 4再一塊 這三個 數字 我們加起來不可以超過12 如果超過12 就來說 我可以 12 就是我可以把它 就是它的那個頁面 它的那個 頁面的左右 就是分成了12等份 所以說你可以分 這裡是3 唉唷 怎麼是變全形 3 4 5 好再按一次run 3 3 4 5 這樣可以吧 這是不是就比較長 你可不可以3 4 4 可以 3 4 4 5 4 4 中間這些東西 它都是一些非常 就是 H3 然後加一些color 然後給一些conditional panel 這都不是什麼很重要的功能 然後這邊給底色 我們來看它怎麼做到的 來 text style 又是style 來 summary 我的background summary是這個物件嘛 對不對 我的background color 是要RGB 這個 惡物 惡物就是紅 100%紅 100%綠 喝起來就黃 00 0.4 0.4就是 它透明度是40% color color 就是它的這個字的顏色嘛 對不對 好 然後這裡 這裡可以選這些 這些我想就是 之前我們都就是 這些 功能我們之前就學過了 對不對 好然後第二個分頁 soft mac information 這個 各種 各種就是 你可以點擊啊 你就可以得到超連結啊 之類的 好不好 所以我們是不是 我們是不是就是 等於說 用這個練習題的答案 很好展示了 如果你要教一個 比較好的作業的話 應該寫成什麼樣子 這樣可以吧 我覺得這個範例 這個就是 你做不出來是正常的 就是你從剛那個變成這樣 那不是15分鐘可以解決的 或者不是很熟練的狀況下 不是15分鐘可以解決的 你只要能夠 為你的網頁加點字 不管他加的是什麼 那就已經非常好了 這樣可以吧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第二個 今天的第二節 今天第二節也是非常重要 就是我們 之前不是一直有教說 plot output 那他就要跟randomplot 做一個配對嘛 plot output我們就要過了 對不對 那我們今天就要完整 把所有的output 種類都跟我們交一次 那又是一個非常的這個 這個語法怎麼那麼多啊 對不對 那你們有發現一件事 你這節課 大概前半學期啊 那沒什麼語法 沒什麼語法要學 現在 一節課就可以教幾十個語法 對不對 但是使用率不一樣啦 那前面那20個使用率超高啊 對不對 現在 現在就 使用率也不是很高啦 對不對 好來 plot output 就是plot 這個我們早就會了 來 table output 這個我們也早就會了 對不對 就是產生住table嘛 對不對 text output 文字這個我們也會了 這個東西 就是那個 直接print出來的文字嘛 這個我們也會了 UI output 這是給什麼用的 randomui 給那個 進去 出來 再回去 再出來那個用了嘛 對不對 下面兩個就沒有學過啦 data table output 跟html output 我們來看一下這兩個功能是什麼 好了 來首先 我們先複製貼上這串語法 好 複製UI 好 server也複製貼上 好 一樣我們先不要管說 他到底是就是 他到底是怎麼去這個 反正我們就run 對了 欸你看到 這裡是不是有這個 這裡是不是有個data table 這個是不是比之前那個table好看蠻多的 而且功能多不少 你看這裡 他可以改這個 不錯對不對 還有更厲害了 來我們現在手點下去 欸他居然可以 點下去之後 下面居然還可以告訴我說 我到底點了什麼 這個厲害吧 好那 這樣 這樣如果你覺得 然後他可以改排序啊 什麼之類的 這個 這樣懂我意思吧 好這樣如果你覺得 已經很厲害了 那我們再來看一些更厲害的東西 然後第二個分界 欸 第二個分界是 第二個分界還好 就是你點了一個 他另外一個就不能點了 就強迫你只能點一個column 欸點一個roll 點一個roll 這樣可以吧 那剩下所有功能都一樣 這個還好 那search 這個本來就可以search一些東西啦 比如說search 0.1 search 0.2 那他就只有 150個裡面只被選到29個 這樣可以吧 好 Fiyote 欸你發現他在上面是不是加了一些框框 這裡 欸 我可以選擇只呈現這些 他這個 選出了12個 好在這裡一樣啊 在這裡 他是類別變這樣 所以你可以只選擇 你可以選擇花的種類 這樣可以了解吧 好 這個 filter這裡也還不錯了吧 來再來看這個 這個 這個不能用 這個不能用算了 我想起來了這個好像 後來版本更新這個就不能用了 好 那我們來看這個 這看起來怎麼樣 看起來是不是非常的colorful 你 這個數字的大小 我甚至還可以用個 長條圖來顯示 你看這個 這樣是不是非常的視覺化 非常的視覺化吧 你要不同顏色啊 出體啊 什麼 欸是不是 非常的 就是非常的這個 就是變化多端這樣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麼變化多端的東西 我們要怎麼樣去 我們要怎麼樣去寫出來 好了 我們先看UI 好 UI超簡單的 EX1 EX2 EX3 EX4 EX5 那這個就是 四個這個嘛 對不對 好重點是 我們用了一個新套 DT DT裡面的Data Table 這個out1 這個out1 我們來看看是什麼好了 EX1 我們點下去的那些 元素 居然會呈現在out1 等於 Renum Printer Input裡面的EX1裡面的底線 Rules底線Selected 注意這些字是不能改的 這EX1顯然是跟你這個名字是一致 這樣懂我意思吧 你在這邊改成EX123 你這裡就要改成123 這樣懂我意思吧 你這樣選到才這個Table裡面 這樣懂我意思 他的名字是連動的喔 這裡的名字連動 那所以說 如果你開了一個Data Table 你的Input裡面的Data Table名字 底線Rules底線Selected 那這個就是你選擇的Rules 這樣可以理解吧 接著 EX2 他多下了什麼參數 Selected Selection 等於Single 這樣可以吧 他沒有下參數的時候 就是什麼都可以選 有下參數的時候 就是只能Single 這樣可以齁 第三個 加了Filter 對不對 非常簡單 Filter等於Top 那就是 這裡有個Filter 這樣可以吧 接下來 接下來 第四個 這個被我們忽略了 我們不管了 好不好 第五個 一樣 Data 其實前面都一樣 Data都定Data Table 這個函數 然後就Result出去 這樣可以吧 Data 進了Data Table 這個函數之後 變成Result之後 我們去指定 這個Result 他要改他的Format Style 改什麼Style咧 你的某某變數 這某某變數在這裡 對不對 這個 這個東西 他的寬度等於 Style Interval 用5 大於5的出體 小於5的normal Fone Style 第二個變相 Color Style Interval 3.4跟3.8當切點 小於3.4用白色 3.4到3.8 藍色 3.8以上 紅色 Background Color Style Interval 3.4以下用Grey 3.4以上用Yellow 所以你看出來就這樣子 非常的Colorful 這樣可以吧 你看這裡 是不是再上去又變紅色 來 Format Style 第三個變相 第三個變相 我們使用 Background Color 是使用 Steel Blue 那Steel Blue 這個顏色 我們的 Background Size 是百分之百 90% 百分之百是 百分之百的 這個 90是 你看它上面是不是有留一點 留一點白 對不對 好來 Background Color No Repeat 然後 然後這個它要 至中對齊 它的意思是說我需要用 這個 顏色 這個 Variable 大小 去決定它的 bar的長度 這樣懂我意思吧 然後 最後 花的種類 來 Rotate 45度 XRotate 45度 YRotate 20度 Z軸Rotate 30度 這實在也是很複雜 好來 然後 Style EQUAL 這三個種類 我們需要用 Light Blue Light Green Light Pink 去呈現它 這樣可以吧 所以你看這 這三種花 它的 顏色 顏色是不一樣的 這樣可以齁 好 所以說 然後 最後我們再把 Redout 可以Return出來 所以其實 Data Table 這個 物件 它可以透過 Format Style 去修正 每個Color 就是每一個 對於Color 為主 每個Color 他所呈現的 顏色的規則 這樣可以吧 好 這個 當然這個就是 這個非常的炫 但就是 它實用性嘛 說真的 也不是說真的 非常有用 那我們來看一個 真正有用的 東西啦 還記不記得 最重要的事情是 我 點下去之後 其實裡面有一個元素 可以知道我點了什麼 對不對 我在這邊點了以後 我在這邊點擊了以後 我可以知道我點了什麼喔 對不對 所以我們現在來試一個 我們現在來複製貼上一個 利用剛剛那個 特性 我們來設計一個 很簡單的 互動程序 好來 這是一張散步圖對不對 你看到我點下去之後 它是不是會 highlight 這是不是 非常的特別 那為什麼我點下去可以 highlight 因為很簡單 因為我左邊是一個 data table 對不對 那左邊是一個 data table 我點下去之後 我的 server端應該會知道我點了什麼 那我就把那些點 把它 highlight 這樣就可以了 我們來看怎麼做的 UI端非常簡單 白的頁 然後給一個 header panel 給一個 header 就在這裡 然後 分兩個 就分兩邊 就均等分 Data table x1 plot outputx2 所以我的server 一定就是一個x1 一個x2 server outputx1 outputx2 這沒有問題吧 outputx1 是random data table 然後我們把data 直接秀出來 這個data是什麼 是一個叫cars的data 這個cars的data 就是不同車子的這個 就是速度跟煞車距離的這個觀念 這個的這個就是的這個數據 好那我們 把它秀出來之後 我們output data2 等於 x就等於 data data的1 第一個就是這個速度 x y就等於這個 這個 它的煞車距離 好 注意 input裡面的x1 底線rows 底線selected 這個 這個as numeric之後 這是不是就是我選了之後的數字 如果lamps超過0 那就是我選擇嘛對不對 我選擇的話 我就要pointx被我選到的 y被我選到的 然後我本來plot是一個空心原點嘛對不對 我強迫它蓋上一個 紅色的實心點 把它蓋上去 所以其實我是先把圖呈現出來 如果我有選的話 我就在 特定的位置上面去蓋上紅色的點 這樣懂我的意思吧 這就是 我們利用data table設計出來的 互動程序 你可以選擇 一個variable 然後去在圖上面把它呈現出來 這樣懂我的意思吧 如果懂我的意思的話 那考驗就要來了 練習了 來 我們再次利用一下上週練習題的答案 那我們上週練習題的答案 選完之後 我們是不是可以 好你要用剛剛練習的答案也可以啦 你要用剛剛這個答案也可以 我們來看一下 但是你用這個答案就比較複雜一點 好你要做什麼事勒 你現在 你可不可以給我一個 Data table讓我選 那給我一個Data table讓我選 選到了以後 在這裡 要highlight它 要用個特別的顏色去highlight它 就這個樣子 這樣我們就相當於 會用Data table這個東西了 好不好 好那我們就 我們就給大家練習一下 好大家先看我們Bassline是什麼啦 好不好這個 這是我們剛剛 就是練習的答案非常炫炮的東西對不對 那我們現在來好好改它一下 我們希望 在這中間改出一張Data table 讓你可以選 選完之後這裡可以highlight 對不對 我故意不貼答案啊 我們一步一步改 好首先 在UI端這裡 我如果想要在中間加 我們首先要找到它的位置嘛 對不對 它位置在哪裡 它位置在這裡 然後 那個 66嘛對不對 好 那我敢試試 那我讓我中間可以加一個新的 好那我們中間加的這個新的 它顯然是 Data table output對不對 那我們叫它 叫它個名字 叫它什麼名字好勒 叫它 叫它這個 你不要重複就好啦 不然table1好啦 就叫table好了 就叫table 好那 你做完這句話 這件事以後 就不要忘記啊 你要做任何事情之前 都請你這個 都請你先這個 按下run 然後看一下結果 對不對 欸 好像 好像有點圖有點大 我們把它改一下好了 改成300好了 就你做任何事情之前 沒有東西正常的 但是 重整一下 但是重點是你要先 你要先這個就是 你要先把這個 東西空出來嘛 你知道這邊等下 要放Data table 對不對 好 接著你到server端 好你看到了 其實你的關鍵 我們先把Data table貼上來好了 好來就是 剛剛那個叫table嘛 對不對 好那我們 我們現在這邊什麼都不管 我們就叫它table 好不好 然後我們 我們這裡先 我們先放點東西進去嘛 對不對 Cars Data Cars 然後 Dat等於Cars 這樣嘛 對不對 我們先 這樣子你 當然這 這個 這個東西 好你這邊是不是就剛剛那個 車車的那個 這個 的那個結果 對不對 當然這邊你是不肯連動 因為 你根本就不是要這個數據啊 你是要上面這個數據嘛 對不對 上面這個數據怎麼拿 欸 Data先把它抓進來嘛 對不對 Data抓進來之後 然後 如果 如果 那我就 我就什麼都不做嘛 else我才做事嘛 對不對 好我們先這樣子 我們先這樣看一下 好 欸 欸 是不是看起來有東西了 可是 這裡 東西多了點 東西多了點 我只是想要我選的上面兩個 對不對 那我要怎麼做 給它鎖印嘛 好 input裡面的X input裡面的Y 來 再做一次 是不是 越來越接近了 有沒有越來越接近的感覺了 欸 有沒有越來越接近了 你在改的時候下面會動喔 這樣可以吧 越來越接近了齁 好剩下就是 我點到它的時候 這裡怎麼反應嘛 對不對 我點到它的時候 這個名字應該叫什麼 我這邊叫table 對不對 所以我一定 現在plot這裡 我們把剛剛那邊複製過來好了 來 selection等於這個嘛 對不對 來 selection等於 as numeric input裡面的 x1桿table 這樣可以吧 那這個 如果它 length不等於 如果它length不等於0的話 那代表是 它就要做事嘛 對不對 那x裡面的selection 跟y裡面的selection 那我們就不要給它red 我們給它blue 好不好 我們sex 好來來來看喔 好 wrong 好來來來 看到了吧 3.5 5.1 我們來看3.5 5.1 差不多在這附近嘛對不對 點下去 欸 3.5 5.1在這裡啦 對不對 還沒有錯吧 對不對 好 當然你說那個 那個點的大小什麼 那個我們都可以再修正啊 好這樣是不是就做出來了 有沒有覺得好像 欸 也沒有想中那麼難 好的 首先 你注意我剛剛所有做過的事情 先知道你要把東西放哪裡 先把那個東西空出來 然後一步一步把它貼過去 對不對 然後功能你看我剛剛 為了加那個功能 我重複打開了幾次APP 這可能有十次吧 對不對 所以說請你就是 請你要知道開發的時候 要怎麼開發這樣子 好 那這個答案 你當然可以直接貼啦 但是那個答案 你跟我剛剛寫的也不太一樣 這樣子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現在 還記不記得 找值數的 函數 這個過程非常非常耗時 就 假如你要找1萬以下的值數 那你要做的事情 蠻多的嘛 對不對 那我們 我們 想要 做 你如果覺得1萬不夠久的話 那你就找10萬 那這 這絕對是非常非常久的 對不對 好所以啊 我們現在想要 給你一個 東西就是 叫做 你啊這個 在做的時候 是不是 有一些網站 你在用的 你在點了之後 他是不是會給你一個進度條 讓你知道 欸你要等他喔 不是沒有在做 是 這件事情叫久一點對不對 我們想要在我們的網站裡面 加上進度條 這個東西 那我們要怎麼加上進度條 這個 reactive 跟event reactive 這個我們之前就教過了 對不對 他是拿來幹嘛 一個是拿來 就是做共用東西的 對不對 那一個是 你需要按下一個按鍵之後 他才會做事 對吧 好那我們現在來做 我們現在來把這個 就是 我們先先複製貼上一下這個語法 好這顯然是一個找植樹的一個這個嘛 對不對 好我們按下去 看到了嗎 他是不是出現了 好看起來 欸 喔這是 喔我只秀出最後一個 就是離一萬最近的 那尼羅五千 好五千就比較快一點 那如果是 好一百 一百當然是很快 一百一瞬間就出來了對不對 好那 呃我們就不要挑戰他了好不好 五萬五萬 好我按下按鍵 那他當然就要很久 可是 他要跑出進度條 告訴我說 欸這個真的是沒有辦法 真的是 真的是要比較久一點 這樣可以吧 不過他有時候那個進度條 跑得不太均等是有原因的啦 因為那個 植樹 找植樹這件事情 那個本來就不是完全等據的啊 對不對 這個 有時候就是 有時候就 就是 有時候他 就是連續遇到就比較多嘛 欸4999 這會是個指數嗎 這我也是覺得很神奇耶 看起來不是很像 一時間我也沒有辦法確定他是不是指數 算了不要 不要 不要無聊了 好這個 那我們來看我們怎麼做的 其實 我們在這裡 我們的UI其實非常簡單 就 Numeric Input 跟Action Button 對不對 我們的UI其實非常簡單 而且根本沒有進度條的地方嘛 對不對 所以我們的關鍵就在Server端了 來 Result等於 Event Relative Input Submit 這個我們之前就會用了 就是 按下去之後才開始做事嘛 對不對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if input max is noon 那就return 什麼都不要return else 注意 else之後我們要做事之前 先 with progress message 就是我要給你看到的文字 正在做 value 其實值是0 然後咧 下面是我們的函數 對不對 然後我們的回圈 我們的回圈的這裡 我們就 improgress lamps lamps 就是它的總長分之一 意思就是我要前進多少分之一 所以它的value其實值是0 然後它每經過一次回圈 我就會增加1分之1 我就會增加1分之1 這樣懂我的意思吧 所以說 你的progression bar 就是這個東西 這個with progress 注意喔 它是一個函數 所以小括號 一堆參數之後大括號 它的結尾一定是大括號結尾嘛 因為你要把中間語法包在裡面 最後又有個小括號喔 所以你等於是把這一串 這些東西放在 這樣子你就可以產生 在執行這些語法的時候 就可以有個進度條 這樣懂我的意思吧 那進度條怎麼去增加咧 in progress 這樣你就可以去增加 增加這個進度條 那最後你只是把結果秀出來了 好 所以 這個 這個 就是這個範例 是不是給大家非常好的example 就是 我要怎麼把 Action Button 跟 Event Reactive 做一個結合 然後我進去之後 我要加一個 Progress 然後出來 再 出來就直接 print出來就好了 這樣可以齁 好 那我們現在 來看一下 我們的 練習3 來 這個 我們剛剛做的所有事情 就是我們剛剛做的這個 練習2的所有事情 它是不是都是 即時的 就是你做任何動作 比如說你點一下data table 它都馬上反映到那張圖上面 對不對 你的data小的時候 這當然是無所謂 那你data大的時候 這就是個大問題 所以請你試著 這個 去把 即時 去不要讓它那麼即時 給它一個起始鍵 就要reactive改成event reactive 然後或者是 在做什麼事情的時候 給它一個進度bar 但是那個 但是因為我們那個 剛剛那個範例 那個 那個做的事情 都太快了 那個進度bar可能一出來 就消失了 你看眼睛根本來不及 看到就結束了 這樣懂我意思嗎 所以說我們那個 主要還是以增加起始鍵為主 那請你繼續based on 剛剛的練習體 試著把起始鍵做出來 那這個我想應該不用太久了 好不好 10分鐘 給你們10分鐘的時間做一下 好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先來看一下完成版 好不好 這個 就是 上傳檔案 然後 好 我們本來可以有 這個PSN correlation 跟PMN correlation 這個分析嘛 對不對 好我們可以按 start to analysis 然後它就會出來 這樣可以吧 我改成Person的時候 它不會動喔 我再按start 它才會改 好那我們怎麼做到這件事情的 我們的上傳data 還是用reactive 直接上傳 我們先看 button這裡 我們其實就是多了一個 action button 這樣可以吧 好那我們在 server端這裡 就是 data還是reactive 把它拉上來 所以它沒有event喔 它還是reactive把它拉上來 那 選擇變相的時候 還是用 choose column1 choose column2 好在 做分析的時候 我就是 event reactive了 你必須按按鍵 我才會去執行 你如果按完按鍵 你改了什麼東西 這一串也不會執行 所以它不會改變它的結果 這樣懂我意思吧 那當然這裡就是分析的結果 所以跟這個reactive連動就是這個summary 這個summary就會變成被event去 就是 阻擋 這樣可以了解吧 那下面table跟plot 這個是沒有改的 所以說 所以說它還是realtime 如果你想要把它改成 不是realtime的 那也可以 就是把它改成我剛剛那個樣子 就是給它event 這樣懂我意思吧 好 那我想就是 我們今天就是 我們等一下就是 反正還有一些時間 要吃飯就可以去吃飯 不然你吃飯可以留下來 我們再研究一下 那我們應該就是 我們學會的功能已經非常非常多啦 但是剛剛 那個張老師還是問了一個 我們還沒學到的功能 所以下個禮拜的課 可能還是蠻重要的這樣子 就是 我們現在基本上 已經有能力做哪些事情呢 我們現在想一下 第一個 這畫面變得很colorful 這個絕對是做得到的 對不對 第二個 這個整個 互動的流程 就是 這個就是 從 就是 UI到Server Server再回UI 再回到Server 再回到UI 這個已經非常非常熟悉了 對不對 沒有很熟悉沒有關係啦 有東西抄了啦 好不好 但是 這個 然後Data Table 這是一個好東西嘛 對不對 好我們現在只差一個關鍵啦 只差一個我們還沒學的東西 暫存value 在這個 在Server端裡面 而Server端 我們現在 它沒有辦法 我們任何 Server端現在還沒有辦法 由Server端 開始去 產生一個程序 我們總是 只能夠從UI開始 UI必須要一個起始值 然後就是如果說我們今天要 要播一個動畫好了 我們必須在UI端 給它一個起始值 那它才有辦法去指定到某個地方 這樣don't worry 我們有沒有辦法在Server端 暫存一個東西咧 我們現在沒有辦法做到 下個禮拜我會教 還有 我們現在 跟這個圖形的互動 我們現在 它就是一張圖嘛 對不對 實際上我們可以在上面拉框 然後在上面點點啊什麼的 都會有一些特別的事件可以產生 我們下個禮拜就要講 圖形的互動 跟暫存 暫存數值 暫存物件 這樣懂我意思嗎 好 我們就今天上課上到這裡 希望大家繼續努力 好不好